但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以释迦牟尼佛代表 来劝导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关键 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佛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不断地劝导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什么原因 为什么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 简单 来为大家说明 这个念佛的重要性 首先你必须要了解 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那我们一定要顺从 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要容易被动摇 人家怎么说是他的事 我们念我们的佛 这个才是关键 人家怎么说 哎呀 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好 就算释迦牟尼佛 现在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 又来告诉我们 有一个法门比念佛更好 你也不要相信 到这种程度 那你的信心就成就了 记得 就算释迦牟尼佛出现到现在 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 你还有一法比这个念佛更好 你也不要相信 你要相信 2500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那你就会有成就 因为将来你必须会往生西方监督